对于全新一代雷克萨斯NS的外观设计 其实变化并不是很大 首先就是它的一个大灯设计 是从之前一个分体式变成现在的一个一体式 然后尾灯是从之前一个传统的两段式的尾灯 变成现在的一个贯穿式尾灯 那么整体的造型 整体的车身轮廓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只不过是一些细节的调整 也让整部车的一个气质上有一定的提升 那相比起外观呢 全新一代的NS在类似上面的一个变化会更加明显一点 它的豪华感呢 以及各方面的质感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的 因为我觉得上一代的NS的一个类似设计 真的是非常丰田的 感觉就是设计上稍微豪华了一点点 其他方面真的是跟丰田非常的像 但是这一代车型呢 它的整体的质感以及细节上给我们的那种感觉 也对得起现在它这个豪华车一个30万的身价了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电控的一个开门方式 质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开关的那种声音那种感觉 我觉得真的是要比很多的一些普通车型都更有质感 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地毯啊 刚坐进来的时候就发现它的地毯呢 相对于一般的车型要更厚一点点 而且它的标识各方面也更加的精致 还有就是它的仪表设计啊 首先它的一个玻璃罩呢是一个曲面的 看起来呢那种感觉就很有那个沉浸式的感觉啊 包括它的仪表里面的UI设计都是以原为主啊 虽然说它现在不是一个全液晶的仪表 但是整体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再来就是它这个高配车型所搭载的14英寸的一个中控屏啊 很夸张的一大块在这里的感觉 而且它悬浮式这里还凸出来一块 而且我们在日系车里面或者在雷克萨斯 在丰田里面看到这么大尺寸的一个平板是比较少见的 而且这个UI的设计或者是交互的系统 今天我们使用了下来 特别是它的一个导航系统啊 我们今天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 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准确 而且反应速度比较快一点 这个导航在这款车型上出现 已经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那再往下走呢 就是它的一个两边的空调控制旋流啊 它旋流里面也是类嵌了彩色的一个显示屏吧 整体的歌迹感氛围也会有一定的提升 其实它的旋流包括它下面的这一个驾驶模式选择的旋流啊 其实都挺有质感的 有一点点的韧劲 然后也不松不散的感觉 我觉得都是非常喜欢的 包括下面这里有一个储物槽 而且储物槽下面还有一个无线充电的一个配置 那最后说一下我整套类似最喜欢的部分吧 其实就是它这个方向盘 配色上呢 我就觉得很高级啊 因为它是采用了一个哑光的一个质感 在很多的一些装饰条啊 包括logo上面啊 去采用跟一般传统那种亮晶晶的镀铬 很不一样啊 包括它这款车型来配备了两个换挡的拨片 再结合它两边的雨刷控制 灯光控制的一个按钮 整体给我的效果真的是有点爱不失守的感觉 对于这个方向 很愿意每天都摸着它上班下班 那么空间部分呢 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我觉得是还可以接受的 不错的 但是呢 它的乘坐空间啊 因为它的尺寸相比起 现在国产的一些同级车型啊 它的优势是不明显 我看一下我1米8的身高 座椅调到最低之后 头部的空间基本上是没剩下多少的 那我们再到后排去看一下 那我1米8的身高呢 现在坐在后排前面 是我刚刚坐的一个坐姿啊 那说实话 腿部的空间并不是很明显啊 但是呢 它的后排座椅靠背是贴得很厚的 所以我整体的一个坐姿是偏躺的 半躺的一个姿势 所以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虽然说空间不是特别宽裕 但是呢 我觉得坐起来的感受我是比较满意的 那在讲它的试驾部分之前呢 还是说一说上一代车型的一个动态表现 确实是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吧 包括底盘的一个滤震效果 包括它的一个动力的响应 好像都不是那么让人满意吧 都有点对不起它那个三四十万价位的感觉 而这一代的车型呢 采用了一个全新的平台 然后整个底盘 整套动力系统都是全新的 目前我们试驾的这款车型呢 是350H 就是2.5自然吸气发动机 搭载一套 缓动系统的一套动力吧 刚开始起步踩油门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之前我们试驾那一款 雷克萨斯的ES300H那种 很细腻很从容的那种感受吧 但是呢 在当我去试驾更多的路段的时候 又会发现它的刹车上啊 或者是底盘的绿震上啊 还是跟那个ES300H的表现会相差一点点吧 当然我这个对比并不是特别恰当啊 毕竟它是作为一款SUV 它的重心各方面都更高一点 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一代的NS呢 相比起上一代车型 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在动态方面 也是一款是相对舒服的一款车型吧 包括隔音方面呢 我觉得也是有一定进步的 那最后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款车型的一个表现吧 那首先外观上呢 几乎是没什么变化的 只是一些大灯啊尾灯啊一些细节的部分 进行的改变 它依然是一款帅气的车型 依然是一款时尚的一个设计 而类似的变化呢 相对会大一点 整套类似给我的质感的上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是挺明显的 而动态方面同样也是这样 也是有个明显的进步吧 虽然说依然是有一点点的瑕疵吧 但是它整体的表现还是舒服的 很好开的 很好开的 自由免费 充满好 такой ¡EEEAA TV!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